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部分呢 是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19年取得的一些成果 在过去的19年 在各位伙伴的全力支持下 周明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也产生了较大的市场增长率 电单数量也比较充足 也发布了很多的新的产品 也取得了非常多优秀的案例 尤其是在租赁 小电锯 这些部分成绩都非常不错 而这次的主题呢 我们也会针对我们在过去19年 我们重要贡献的一些伙伴 在优秀中选出更加优秀的伙伴 以及优秀的项目 进行一个具体的线上搬整 那现在这个时期呢 也是一个非常的时期 我们也知道 各位伙伴呢 一直围绕在周明身边 一直在鼎立着支持周明的发展和成长 而周明呢 也一直秉承这样一个理念 秉承与伙伴长期发展的一个理念 而今天 我们面临的一个环境 是最严峻的一个时刻 现在整个新冠肺炎 在全球市面 给我们的工作 生活 以及经济 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 我们秉承着一种社会责任 秉承周明的立塔正面 创行进取的这样一种精神 以向全球一百多个国家 三百多家客户 捐赠超过三十万只口罩 而这种捐助活动 支持活动也在持续进行 虽然力量比较小 但是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 来表达我们对于各位伙伴的支持 因为我们也深深的知道 在疫情面前 我们全球共同的敌人 这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 那疫情过后 我也相信经济会得到更加快速的恢复 我们也分享一点 在疫情当中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 我想有两颗心是特别重要的 一颗叫对于疫情的必生性 另外一个是对于我们战略达成的必生性 不管疫情如何严重 历史证明 疫情最终一定将会被我们所战胜的 第二个 我们也要坚定我们所在的国家 我们所在的社会和行业 大家会团结一致 共同来面对疫情给我们带来的工作生活以及经济的挑战 在疫情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更好的工作呢 像现在线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虽然我们不能面对面的交流很遗憾 但是线上的交流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我们会更大面积更大程度 把我们的组织 把我们的这些知识 得到重量的提升 那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另外在疫情之下 我们应该更好的怎么样把握机会呢 首先活下来是第一重要的 那我们要增加我们的抗风险能力 要破大我们的现金流 要互相支持帮助 对于有一些困难的客户伙伴 看看应该在什么方面可以去照顾 这都是我们应该去思考的问题 另外我们也要更多的去抓一些 别的市场可能性的机会 比如说一些大的项目 大的行业的应用机会 例如说视频会议系统 一些重大的项目 以及长期稳定的大客户 这些可能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因为在疫情期间呢 相对来说 我们选择一些大而稳定的 这样一些机会呢 对我们的可靠性更加强一些 所以总结下来呢 在疫情当中 我们可能要做几个事情 一个补短板 第二个提升我们的能力 第三个 扩大我们的业绩方向 以及目标等等等等 有很多很多的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最后呢 我衷心的祝愿 我们保着疫情必胜的信心 战略必胜的信心 盼望我们早日恢复 正常的生活社会秩序 也同时预祝 我们各位伙伴 能在2020年 也取得一个满意的经济结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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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